直播剧里还有一个朋友还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视频里不是说这个粗粮 然后会冻起来的话会增加抗性淀粉 然后有助于减肥 然后好多朋友就说了 如果要正好的时候就想今天就试一试呢 还有位叫王小嫩的朋友说 之前节目里说冰冻烤地瓜可以增加抗性淀粉 但是冻过再加热吃 抗性淀粉就没有了吧 是这样的啊 所有的淀粉 比方说米啊 面啊 所有的还有淀粉的食材 那么经过变凉以后呢 它都会产生一种现象叫淀粉回升 就是说这个淀粉啊 从比较容易吸收的变成了抗性淀粉 就你吃下去 你让吃一碗两米饭 你吃下去就抗性淀粉肯定高 抗性淀粉呢 是我们肠道菌菌比较喜欢的 但是大冷的天 你吃一碗冷的面粉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米饭 你吃得像吗 你嚼得烂吗 而且它通过一加热以后呢 这抗性淀粉回升的 抗性淀粉又变成了容易消化吸收的淀粉 这个是这样的 其实真的想减肥的 我倒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就能买完整颗粒的一些杂粮啊 或者一些杂豆啊 我们给它稍微的煮一下 煮的就是煮熟了 但是呢 还有一点嚼 就嚼劲 别烂 就是可能有的爆口 有的还没爆口啊 我就放在冰箱里啊 煮一大锅 我下次要吃的时候 稍微的加一下 就热一下 别热太过了 我就嚼着这个吃 这个又扛饿 烤性淀粉又高 这个可以试一下 但是呢 也可以和主食来 就是里面呢 一起结合在一起吃 谢谢大家